陆凌云彻底收服了妖女启梦之后 他终于放下心来 只是糟心的事还是层出不穷 他没想到自己的早餐竟然只有一根胡萝卜 一旁的图文更正到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早餐 而是呼叫灵兽和他们共同的早餐 这根胡萝卜需要劈成四分 陆凌云简直惊呆了 至于这么夸张吗 图文挨欺地说他也没有办法 门派没有收入 他们只能挖野菜冲击 这根胡萝卜可是他们一天的伙食 陆凌云差一倒 这么大的山头难道就不能自己开地种粮吗 就在那时他们的破木门被人一脚踹飞 有人在门外叫嚣着 图文老头赶紧出来交保护费 陆凌云疑惑这谁啊 赶到他们宗门收保护费 图文躲进桌子底下告诉陆凌云 附近的山贼霸占了好几个山头 三天两头就来收保护费 不给的话就不让他们开田重点 陆凌云简直都气笑了 他直接出门要会会这帮不要命的土匪 此时在悬门门前正站着三个参姿不齐的山贼 就剩个老头的 还敢自称门派 笑死了 老子一根手指就能灭了这老弱病残 此时陆凌云阴沉着脸走了出来 山贼头子很是惊讶 今天居然出来了小白脸 陆凌云也明白原主不怎么在门派待着 恐怕也是为了躲这帮山贼 山贼头子上前直接抓住了陆凌云的肩膀 他威胁陆凌云不乖乖交钱就打残他 陆凌云伸出手指点了点山贼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下一刻陆凌云毫不客气地直接掰断了山贼头子的胳膊 山贼头子此时大吃一惊 这破落门派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厉害的人物 还没等山贼头子反应过来 陆凌云已经罩着他的脑门来了一个脑瓜崩 只听咚的一声 山贼头子的脑门已经被弹出了一个大坑 陆凌云的指尖瞬间迸发出蓝色光芒 将山贼头子弹飞树女 只听轰隆一声尘土飞扬间 另外的山贼赶忙跑到了山贼头子的面前 他吃惊地将山贼头子扶起 他回头看向陆凌云 那小子竟然赶上他大哥 真是活你了 山贼头子直接拽住了要去教训陆凌云的同伴 今天的点子太扎手 他招呼着同伴们赶紧跑 大块头连忙抱起受伤的老大准备撤退 就在这时陆凌云喊住了他们 这棵树可是我亲手栽的 如今把他撞断了 得赔钱 三个山贼听到这话直接躺了满脸的冷汗 这家伙居然敲诈山贼也太没有功德心了 陆凌云搜刮了一阵后就让山贼赶紧滚蛋 出门打劫也不多带点钱 山贼们一边快速跑远一边放狠话 他们会找人回来报仇的 陆凌云将搜刮来的碎银子丢给图翁 他让图翁去买点里面回来 别天天吃野菜了 图翁舰掌门赶走了山贼大为兴奋 复兴玄门指日可耐 就在这时可怜的木门再次被人踹开 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敢回来 苹果被来人轻轻松松地接住了 陆凌云没想到 来人竟然是辟邪司的红袍女官